嗨 大家好,我是詩詩 大家有時出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拿了Wine Nix出來 不懂讀的時候會怎樣做呢? 會指一指酒名 叫試應過來 去點酒呢?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七種比較上見的葡萄品種 他們的讀音和他們的特徵 第一個 Chardonnay Chardonnay 夏多黎 它是一種最大彈性的葡萄品種 意思是它有很多不同的生果味 蘋果、熱情果都有 它又可以在木桶處理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full body的白酒 第二種 Sauvignon Blanc 長相絲 它是一種比較青檸和草青味的品種 而且它比較高酸度 這是白葡萄 第三種 Ris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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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斯林 這種葡萄品種比較甜 所以它的生果味都帶甜 例如是紅蘋果 或者是蜜桃味 這一種 這是白葡萄 第四 Pinut Noir Pinut Noir 黑比樂 這種紅葡萄是比較薄皮 輕型一點 它的生果味 比較多紅的莓 還有士多啤梨味 酸微微的 第五 Mer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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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樂 有些人會叫它做Merlot 或者Merlot 都是同一種葡萄品種 不過它是法文 所以有一個K音在裡面 這一種是比較中性的葡萄酒 帶一些布林的味道 第六 Carbonnet Sauvignon Carbonnet Sauvignon 赤霞珠 這種紅葡萄品種比較厚皮 Full Body 它的生果味帶黑果味 黑加輪子 甚至乎有些時候 都有些少許的巧克力味 和青椒味 第七 Ciraz Ciraz 或者是Ciraz 或者是Ciraz 細奶 剛才有兩個讀音 因為Ciraz 是英文的讀法 Ciraz 是法文的讀法 這種葡萄 帶一點辣的味道 即是黑椒 和黑果 和是一種 Full Body 少許的紅酒 認識完這七種葡萄品種之後 去餐廳 點酒的時候 就不用指著Wine Nix 這個吧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